欢迎收看2019年6月14日汉天卫视晚间新闻 我是赵紫彤 首先来看美国国内消息 日前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警方和抗议者在街道上爆发暴力冲突 至少有24名警员和2名记者受伤 其中6名警察被送往医院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民众受伤或者是否有人被捕 田纳西州孟菲斯在当地时间12号晚先 警方和抗议者在街道上爆发暴力冲突 至少有24名警员和2名记者受伤 伤势多是轻微 其中2名警察被送往医院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民众受伤或者是否有人被捕 据当地官员的说法 警方在逮捕期间射杀了一名抗议男子后 引发了群众的抗议 路透社报道 枪杀事件发生在孟菲斯北部的兰岭社区弗雷瑟附近 大约晚上7点多名警察与墨西哥湾沿岸逃犯特遣部队的官员 在达勒姆街2700街区的一所房屋外面 持逮捕令试图逮捕一名男子 并在过程中将他枪杀 田纳西州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 警方在试图阻止男子逃离时 这名男子多次驾车撞向罚警局的车辆 然后使用武器逃逸 警察随后开枪将其击毙 现场没有警员受伤 州调查局没有公布该男子的身份 CNN报道 世界发售后不久 一群民众估计约有300人聚集在街头 混乱也随之升级 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石头和砖块 造成至少24名警察受伤 抗议活动还是当地的商家和住户受到财产损失 5月前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将抗议人群驱散 并逮捕了3名暴力抗议者 孟菲斯市市长在声明中指出 有些人开始向警方投掷石块并吐口水 另据官员和媒体报道的消息 现场警方桌上了防护装备 田纳西州调查局发言人13号早晨 在记者会上说 被枪击男子生前受到过多项重罪指控 法警前往其住所拘捕他时 他持有武器并驾驶车辆撞击警车 当地媒体报道说 死者身中数枪当场死亡 汉天卫视李中心编译报道 当地时间13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发生 有害的化学品泄露事件 导致一人死亡 另有9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据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13号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 发生有害的化学物品泄露事件 导致一人死亡 另外有9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当中包括医务人员和警察 当地警方称泄露事件发生在13号中午 事发地点位于圣河赛伊东 约130公里的洛斯巴诺斯附近的一个农村 事件发生后 警方立即做出回应 并赶往事发现场 现场当时有一名死者 以及一名正在接受治疗的人 据报道 因为接触有毒物质 两名救护车工作人员 以及6名警察也接受了相应的治疗 报道称 当局尚不清楚泄露的化学药品物质的名称 以及泄露事件发生的原因 也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 但有官员表示 泄露的化学物质 好像是一种农用喷雾剂 目前加利福尼亚州林业和环境保护部门 正在对该物质进行确认 汉天卫视李中心编译报道 当地时间14日上午 新西兰基督城恐怖袭击嫌犯 塔兰特以视频连线形式出庭 面对51项谋杀40项谋杀未遂 以及一项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指控 塔兰特通过律师表示他不认罪 当地时间6月14日上午 新西兰基督城枪击案嫌犯布伦顿 塔兰特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出庭 面对51项谋杀40项谋杀未遂 以及一项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指控 塔兰特通过律师表示他不认罪 塔兰特目前被关押在奥克兰一处监狱 据卫报报道 在连线画面中他身着灰色长衣 身旁占有三名预警 全程军委试图发言 也没有表露出太多情绪 只是他的代表律师说出 不认罪立场时仰起了嘴角 当天上午约有140人出席了厅审 其中包括部分枪击案 生还者及受害者的家属 据CNN报道 当地时间3月15日 嫌犯塔兰特在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 开枪扫射 最终至51人死亡 这是新西兰和平年代中 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枪击案 塔兰特当天被捕 随后检方对其提出51项谋杀 40项试图谋杀 以及一项恐怖主义的指控 这也是新西兰通过反恐法案后 第一次对被告提出恐怖主义指控 这一次是塔兰特自3月15日枪袭以来 第三次出庭 在3月16日的庭审上 塔兰特也曾面露笑容 4月5号 塔兰特改以视频连线的刑事出庭 受到50项谋杀和39项谋杀未遂的罪名指控 在一名枪击案伤者因伤势过重去世后 检方此次增加了一项谋杀罪名 并补充了两项谋杀未遂 以及一项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指控 法官14号在庭上表示 针对塔兰特的心理健康评估显示 塔兰特不存在任何会影响 他进行抗辩或接受审判的精神状况 此前塔兰特曾打算自我辩护 但仍然聘请了两位奥克兰的律师 下一次庭审将在8月16号举行 如果塔兰特维持不认罪的立场 则审判将在2020年5月4日开始 预计用16周 在此期间 新西兰法院还需要防止塔兰特 利用庭审宣扬白人至上主义 在3月的庭审上 他曾经做出过支持白人至上主义OK的手势 此外 新西兰法院曾下令暂不公开受害者的身份 媒体在使用包括塔兰特的照片时 必须在其面部打上马赛克 法官已经于14号撤销了这两项决定 不过当天的庭审 仍然不允许媒体进行录音或录像 据纽约时报报道 如果塔兰特最终被判有罪 他将面临终身监禁 且不得假释 这样的量刑在新西兰从未有过先例 此前 新西兰法院曾就谋杀罪名判处过 最重的刑罚为30年监禁 且不得假释 被告是一名导致3人死亡的男性 汉天卫视李仲新编译报道 日前 Fedex联邦快递宣布 将不在于亚马逊延续美国本土 为这家电子商务巨头的包裹 提供快递服务 Fedex联邦快递日前宣布 决定不再续签与美国最大连锁电子商务公司 亚马逊的美国本土快递运输合同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是一个战略决定 这一改变不会影响与亚马逊的其他现有合同 包括国际航运 亚马逊与联邦快递的合同 只影响航空服务 这意味着联邦快递将继续作为运营商和最后一英里的低层伙伴 联邦快递补充说 亚马逊并不是一个大客户 2018年仅占其总收入的1.3%左右 受此消息影响 联邦快递的股价盘中短线下挫 而亚马逊的股价则没有任何波动 亚马逊的代表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我们尊重联邦快递的决定 感谢他们多年来为亚马逊用户提供的服务 这一变化发生之际 亚马逊正在积极投资于自己的内部运输和配送服务网络 在2018年的年度财务报告中 亚马逊首次将运输和物流服务列为竞争对手 联邦快递经常淡化来自亚马逊的竞争风险 联邦快递执行副总裁在9月份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亚马逊的新快递服务不应该被混淆为与联邦快递的竞争 2016年媒体报道称 亚马逊正在认真考虑建立自己的快递业务 便于近年来积极扩展自家货机队伍 以直接运送货品 该公司现在租用的货机数量已经有40架 较后时间将再增加10架 联邦快递前执行副总裁说 亚马逊此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需要数百亿美元来建立和复制联邦快递现有的快递网络 目前亚马逊公司还没有针对这一消息做出官方回应 Honeyway是高雄宁编译报道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